第143集 楚浩然看着东方飞儿一脸怕怕的样子 想着他自己还是灵鬼重塑肉身的 居然怕鬼 再说了 他都已经死过一次了 当该知道 别说是虚空仙界 就算在灵界 灵鬼都是最最最低贱的品种 以他的修为 弹个手指头都可以灭个十个八个的 楚浩然倒也没有夸张 东方飞儿修炼天地火种 这可是一切不甘不敬生物的克星呢 飞儿 这大概是古佛遗孕 你造化不显 才可以听到 我是魔修 天生和佛家修炼相冲 自然就听不到了 楚浩然忙着解释 安慰东方飞儿 虽然他一脸怕怕的模样 很是可爱 真的 东方飞儿瞪大眼睛 伴着纯情无辜 当然了 楚浩然用力点头 表示肯定 没有鬼就好 东方飞儿忙着笑道 说实话 他虽然明明白白知道 就是没有鬼 可是当他看到 地上厚厚的一层 白茫茫的骨灰 加上那帘台上 有个淡金色的遗骸 他还真是心里有些发怵 楚大哥 你说这人是佛修 东方飞儿好奇地 绕着那帘台又走了一圈 这帘台已经非常破旧 甚至他发现 这帘台上有着多处损伤 佛祖坐下的帘台 自然不是普通之物 而是法宝 自然不存在破损破旧的缘故 所以他连着想都不用想 也知道 这帘台乃是受人攻击破损的 当然 楚浩然点头道 从外面的庙宇和佛像 还有刚才被你收起来的青灯 都可以证实 这人就是一个佛修 而且嘛 修为极高 等价大罗金仙的造诣 修为自然高了 东方飞儿低声低咕了一句 问题是 这人为什么作画在这里 而且 这附近有大片的废墟 又作何解释 还有 那满地白萌萌的骨灰 如果这些人不是正常死亡 那么 当年这地方 绝对是雪流成河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致如此惨烈的战斗 诶 菲儿 你看这个 突然 楚浩然用脚在地上摩擦了两下 白萌萌的骨灰里 居然出现了一颗割卵大小 晶莹剔透的珠子 这 这是珍珠 东方飞儿好奇 当即 附身把那珠子捡了起来 只是这珠子 虽然蒙着一层 蒙蒙的光泽 郁润光滑 可却不像是珍珠 这是蛇蜊子 楚浩然低声道 啊 东方菲儿文言 惊得差点就把手里那枚蛇蜊子 掉在地上 蛇蜊子 那自然是有所耳闻 传闻 德道高僧在作画的时候 脑骨里会留下一颗 晶莹剔透的蛇蜊子 被称为佛骨 乃是佛门圣物 那这里还有 楚浩然着力地 在地上的骨灰中寻找 很快就再次找到了 数十颗蛇蜊子 而更多的蛇蜊子碎片 也夹在白蒙蒙的骨灰里 这么多蛇蜊子 东方菲儿小心地捧着 手里散发着 蒙蒙光泽的佛骨 满脸都是震惊 这地方 到底作画了多少高僧 这里的死者 全部都是佛修 楚浩然深深吸了口气 虽然他不喜欢 佛陀那个胖子 甚至两人之间 有着极深的仇怨 但是当他看到 那么多佛修 葬身于此的时候 他也一样 心中透着一股 难以名状的情绪 东方菲儿小心地 把那些佛骨 全部放在破旧的莲台上 轻轻地叹息道 真是可怜 这些佛修难道死后 竟没有人为其收敛尸害 他们都是被杀的 楚浩然摇头 你看这些破碎的蛇蜊子 都是被人用大手法 活生生打碎的 而且这些碎片 远比那些完整的蛇蜊子 更有光泽 可见 没有被灭去蛇蜊子的 都是普通的佛修 这地方曾经一度血流成河呀 可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西方极乐净土出过这样的事啊 东方菲儿皱眉的 嗯 要是真有大量的屠杀佛门弟子 那佛陀岂会善罢甘休 楚浩然摇头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这佛陀虽然表面上笑眯眯的 一脸的慈祥 但他却知道 这家伙实际上腹黑怕死 而且绝对不肯吃一丁点的亏得住 有人欺了西方极乐净土的佛修 就算明着不敌 背后他也一样算计 东方菲儿又在骨灰中 找了好些蛇蜊子 刚才他所有的注意力 都被连台上的金色遗骸吸引 加上那地上 都是令人头皮发麻的骨灰 他也没有细细看 这个时候仔细搜寻 发现这骨灰里夹着无数的蛇蜊子碎片 楚浩然没有说错 这些蛇蜊子的碎片 都是被人利用重手法活生生震碎的 佛修的蛇蜊子和修仙的内灵一样 一旦破碎就意味着生命的终止 这人下手太过狠毒了 楚大哥 你看 我捡到了什么 东方菲儿突然从地上捡起一枚黑油油的珠子 这不是蛇蜊子 也没见有什么光泽 平淡无奇 这 这是佛珠 楚浩然愣然 嗯 应该是的 东方菲儿点头 又在角落里四处寻找 果然 除了蛇蜊子 他又找到了五颗黑油油的佛珠 光泽暗淡 毫不起眼 但东方菲儿却一点也不敢小看这些佛珠 从储物镯子里面抽出一根银色的丝线 把六颗佛珠全都穿在一起 然后他才投入一点点的先灵之力进去 但是他的先灵之力融入到那佛珠里 竟然像是泥牛入海 药无音讯 东方菲儿突然心中一动 六颗佛珠 难道暗喻六字真言 要不用六字真言试试 可他根本就不懂六字真言呢 嗯 算了 刚才听过两遍 就照着念吧 想到这里 东方菲儿把心神沉淀下来 灵台一片清明 这才照着刚才的六字真言念叨着 汪 一道耀眼的金光 从原本黑幼又不起眼的佛珠上散发出来 宛如是太阳出生 则被苍生 菲儿 楚浩然大惊 这等纯正的佛家六字真言 简直就是他们佛修的克星 虽然东方菲儿修为浅薄 而且还是利用先灵之力发出的六字真言 但他却依然感觉极端的不好受 听在耳朵里 就像是响起一个炸雷 加上他怕伤了东方菲儿 又不敢利用本身的修为抵御 真是厉害 东方菲儿忙着收了佛珠 就这么挂在手腕上 再次败现了那个金色的遗骸 菲儿 恭喜你 你又获得了一门秘技 这个应该是正宗的佛家六字真言 你呀 没事别乱念叨 楚浩然苦笑道 我也没想到 这玩意儿那么厉害 东方菲儿把玩着手腕上 那完全不起眼的佛珠 大概是受到了六字真言的运养 这黑漆漆的珠子 竟然透着一种润泽的光泽 菲儿 你让千儿出来 突然 楚浩然心中一动 东方菲儿来自人界 他自然不知道这仙界的种种 而他这些年都在灵界徘徊 消息不通 这遍地的灰谷和舍利子 还有那作画的金色骸骨 破旧的连台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青儿和腾龙都对仙界了解极深 想来他们可以解开这废墟的谜团 嗯 好的 东方菲儿忙着打开极乐沙 神石一动 闪身进去 拉着青儿就往外跑 我 我不能帮你打架 青儿脸色苍白 神情萎靡 金仙都被我杀了 不用你打架 东方菲儿嘟着嘴道 说话之间 已经拉着青儿闪身来到这废墟里 和楚浩然东方菲儿一样 青儿在面对这十方废墟的时候 也明显地呆住了 听得楚浩然简单地描述了一下 然后青儿的脸色变得有些古怪 原本苍白的脸上 居然带着一抹诡异的笑意 然后他就飞快地挪移出去 漂浮到上空 向附近的废墟扫了一眼 最后他绕着那小小的菩提树 一遍遍地转悠着 喂 难道你要背叛道教改头佛门 东方菲儿叫道 青儿一脸地茫然 你这不是想在菩提树下误道吗 事实上你应该去大雷音寺参悟的 这个菩提树太小了 东方菲儿不满地嘟嘴道 哼 菲儿 这才是正宗的天地灵种 你呀 有福气了 赶紧把这菩提果采下来吧 金果你吃 魔果给楚先生 有了这金果 你的修为又可以提升一个境界了 菲儿的修为已经够快了 楚浩然皱眉道 哼 没事的 他对秘技的领悟力甚高 不会有妨碍 连着天地熔炉之力都能使用 只要修为越高 这份秘技所发挥的力量就越大 他这还是没有天地熔炉相助 若是有真的天地熔炉相助 就算是正面对上那些金仙 哼 也是无碍 你的意思是说 我吃了这金果 就可以找鸡家那些金仙的麻烦了 东方菲儿文言 顿时大喜 他可是被鸡家的金仙给打怕了 对 菲儿点头道 如果这是真正的天地灵种菩提树 那里面那个金色尸骸到底是谁 楚浩然突然问道 他心中已经隐约猜到了答案 菲儿文言突然大笑道 你已经知道 又何必问我 东方菲儿心中一动 忙着对着里面冲了进去 指着那句金色的尸骸问道 他是谁 使家魔尼 轻而淡淡地说道 佛祖 这人果真是佛祖 东方菲儿的手指都不禁颤抖了一下 连着佛祖都在这儿作画了 燃青灯 炼法宝 问仙徒 何处是永生 难怪 这地方有着那么多的破碎舍利子 难怪这里有着如此庞大的废墟 只有如此 似乎才能够解释此间种种 但是东方菲儿千般一团解开的瞬间 他就开始再次疑惑了 如果这佛祖已经作画成了一堆骸骨 那么 那个端坐在酒帘台上的胖子佛陀 又是个什么人 那 那佛陀是谁 楚浩然问道 我不知道 金儿摇头道 你怎么可以判断 他就是释迦摩尼 楚浩然依然不明白 事实上 释迦摩尼悟到较晚 远不如那些古仙人家族 有着庞大的根基 甚至还不如他们魔修 但这佛修还是快速崛起 甚至现在的局势 佛陀那死胖子 已经快要和道统玄门 分庭烫礼了 他虽然陨落多年 但这气息太像了 轻而皱眉道 你认识释迦摩尼 东方飞而愣然 这轻而这家伙 到底是谁 轻而这次没有掩饰 点头道 我认识他 甚至可以说还比较熟 只是 道不同 互相为谋 我从来都不赞同 他那个万象平等 众生皆苦的理念 东方飞而绕着轻而 转悠了一圈 乐呵呵地笑道 那 那你呢 你又是谁 我是你的轻而 你认养的宠物 轻而轻笑 轻轻地捏了捏 东方飞而挺翘的小鼻子 哼 少混淆视听 东方飞而拍开 他不正经的手 骂道 你的狗嘴里 就吐不出象牙 哼 这次我去人家 一定要找一只狗看看 看他嘴里到底 能不能够吐出象牙来 轻而大乐 搂着东方飞而的肩膀 笑个不停 随即 他的目光 落在东方飞而手腕上的 黑色珠子上 笑道 哼 真是好玩 这人杀了释迦摩尼 居然 没抢走六字真言 这个 难道有什么来历不成 东方飞而 诧意不已 你好好收着 好处多着呢 这可是神器 虽然比不上补天炉 但这补天炉嘛 毕竟不是你的东西 如果没有补天炉 你也没有趁手的法宝 这个正好 可惜青灯不在 否则 那个更加适合你 青灯 东方飞而 擎着内战 盈盈 青灯 含笑问道 你说的是这个 青儿的脸色 微微一动 点头道 没错 就是这个 那个灭杀 释迦摩尼的人 绝对不是普通人 这样的神器 他都 弃之不过 也许 他无法 激怜呢 楚昊然皱眉 说出自己的猜测 不是 青儿摇头道 这些 可都是神器 就算自己本身的修为 不够激烈 换作我 也绝对不会让他 就这么留在这里 嗯 我想 他有可能 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导致他 故意让这些法宝 留在这里 东方飞而皱眉道 这就如同是 人界的杀人案 有时候 这罪犯 会故意在现场 留下很多值钱的东西 而不取 就是为着不给自己 带来杀人的证据 同时 也湮灭自己 不是谋财害命 而往往有时候 杀人者 事实上 已经取走了 最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 现在 端坐在九品联台上 高居 大雷音寺顶端的 那个佛陀 只是这玩意儿 我也没法子 祭练呢 东方飞而 请着那盏青灯 叹气道 嗯 拿着它照明 也太过小家子气了 如今连人界 都不用油灯 照明的 哼 我懂得 这青灯的 祭练秘技 来 我教你 青儿笑道 说话之间 她伸手 点在了 东方飞而的眉心 一段隐晦至极的口诀 闪入她的识海 你怎么会知道 这青灯的激烈口诀 东方飞而 很是诧异地问道 而且 这根本就不是 佛门法术 虽然 青儿刚刚传给她的 那段口诀 隐晦难懂 她一时半刻 也领悟不了 但东方飞而 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那根本就不是 佛门法术 而是 悬门道术 我又不是 释迦摩尼 那个笨蛋 我哪里知道 这青灯的原本 激烈口诀 哼 我只能传给你一些 我懂得的 悬门口诀 足够让你 激烈这青灯了 青儿笑道 飞而 你别和这无赖说 她知道的东西 实在太多了 真不知道 她师傅 到底是个什么人 怎么就交出 这么一个怪癖 别扭的徒弟 还有严重的 炼尸屁 楚昊然 轻轻取笑道 嗯 有师傅 可以依恋 总是好的 东方飞而心 有感慨 我知道 我知道我中的寒毒 是什么东西了 楚先生 看样子 我是冤枉你了 那玩意儿 并非来自黑暗天原 青儿说道 忙着转变话题 让他们两个 当面嘲笑她练尸 她还是有点挂不住的 本来嘛 你中寒毒的时候 我老早就离开 黑暗天原了 所以就算你的寒毒 来自黑暗天原 和我也一点没关系 楚昊然轻笑 搂着东方飞而 轻轻地 抚摸她柔顺的长发 东方飞而心中一动 突然问道 你中的不是寒毒 而是这十方阴晒寒气 对 青儿点头道 就是来自这里 所以 我到了这 刚刚使出一点 仙灵之力 就引动体内的阴晒寒气 根本动弹不得 我要不是一直 用仙灵之力压制 只怕 会很糟糕 要是在别的地方 也不至于如此 那你有没有想出法子 破解这阴晒寒气 东方飞而关切地问道 有啊 青儿笑道 第143集 晚安 晚安